大家好我是冰的 山國山國各種山國 真的是被完爛到有勝 何時來個後裔大戰長額300回 我肯定完爆 高爆山國制 該遊戲在中國有不少名字 正式有版號的名字叫做鐵桿山國 其他還有什麼神魔名將令 跟叉叉山國之類 都是中國這類廠商的老套路了 只是把不同的名字上架各類平台跟廣告 用關鍵字來誘導下載 遊戲開發商是中國的宏觀網路 發行商是先霸網游 兩間同為關係企業 也是商業的老套路了 左手換右手罷了 本次台灣的代理是SP GAME 這間之前也介紹過了 跟割爆韭菜的聖耀為同天代理 也跟永夜星神有所關聯 反正看到能閃多遠就閃 而路板還找了不少藝人來代言 其中幾部我居然還看過 真的是時代的眼淚 但這種一看陣容越大就越可怕 典型的 品質不夠 藝人來臭 再看看TAP跟B站的下載量跟評價 之前也講過了 這類型並不受待見 所以這並不是太意外的表現 遊戲為放置類卡牌養成 一看就知道是很常見的放置模組下去魔改了 跟之前介紹過的幾款都是換皮姊妹做 只在例會上做改變或借鑑 其他則是完全沒有任何創新 圖鑑乍看起來很多角色 但都是重複集組在循環 真他媽的鬼才設計邏輯 沒錢錢畫師也不是這麼搞的吧 建模力會方面 這種偏寫實的風格並不對我的插拼 畫風方面我個人還是偏好日式的三國字幻想大陸 而且既然都有看起來還行的live2D了 3D建模可以不要這麼殺雕嗎 戰鬥方面就 一如既往的廉價感十足 完全跟2022年脫節的品質 重溫復古時光 其他就是一成不變的玩法 定時收菜不斷點後點就好 零回饋 純課金的幻皮體驗 如果你曾經玩過類似款 就應該知道我在說什麼了 遊戲內容極其簡化 課金內容極其優化 而且隨便就能找到一款類似的作品 當時在台灣還有一款靠 魔關與洗腦的神魔三國字 仔細比較起來你就會發現 除了建模不同以外 完全沒有任何進步 而這些廠商 韭菜割了一大堆 也從來不見長胖 選擇繼續貪得無厭的荼毒市場 結論 本是同幻皮 相割何太極 有這錢去當盤子 去領養隻貓不好嗎 他至少還會跟你互動 你也可以放置他 定時當個慘死官就好 最後跟各位隨意聊聊吧 我前幾天有收到這款遊戲的合作邀約 雖然是沉蒙廠商愛戴 畢竟老觀眾應該看得出來 這遊戲跟頻道的掉線影是差非常多的 要早之前不確定先看一下我的風格嗎 之前代理的聖耀都被我無情單殺了 而且我本來就準備做這遊戲的介紹 是可以不用這麼快來送頭啊 真的不知道是來嘲諷還是真心合作的 如果是需要負面廣告 這不就來了嗎 而且還不用錢 讚 但各位即使不喜歡這類換皮遊戲 也不用特別去針對或謾罵那些 帶貨推薦的youtuber或者代言人 每個人對遊戲的理解 評測 娛樂 目的都不同 有時候也不過是為了生活的商業合作罷了 頂多不看就算了 畢竟 掙錢嘛 不寒乘 不過我回頭想想 這次如果真的是藝人光環加持的話 大概有準備爆哥一波了 就看之後會不會有各種 元宇宙廣告在零吧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我是MINGDE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 我們下次見 拜拜